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联合开发出一款防水熊虫医用微纳机器人,可实现在静脉穴高速流环境中可控运动及靶向筑挺,有效解决了微纳机器人无法在医学上应用的难题。 我们把血管理解成比作一条大核的话,然后我们这个病患的位置可能就是一个小石头,或者一块礁石,然后我们这个药物分子也就相当于核里边的一个小树叶。 这个叶子能流到这个礁石的比例本来就很低,这就是一直以来一个药物的一个难点,然后我们想把这个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方法转化成一个物理的方法,就是假设说一个患者得了一个病,就不管你是得什么病,对我来讲就是你只是得到这个位置,我通过一个物理的方法, 我能不能通过一个万元控制的方法,让它这个跑到这个病患的位置不就得了吗? 我从一个物理的问题尝试去解决一个医工,这个医学的问题,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医工交叉的一个思想。 据统计,近30年来,药物能准确递送到病灶位置的比例仅有0.7%,递送效率十分低下。 针对我们现在这个领域的一个难题呢,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通过仿生的思想,然后通过这种仿水形虫这种结构, 实现威纳机器人沿着血管壁的一个有效运动,然后这里边呢,它不但能顺流而下,它还能逆流而上,还能横穿血流。 这样通过几种运动的结合呢,我们威纳机器人呢,就最终的能有效地到达我们这个病灶区去实现一个药物的一个靶向释放。 基于仿生的思想,设计的这个威纳机器人,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就通过我们IVOCT把威纳机器人注射到我们这个小动物体内。 然后我们通过磁场调控,就能实现威纳机器人在这里边的一个运动。 这里边运动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这种防水形虫这种仿生的思想设计的威纳机器人。 然后在运动到特定区域的时候,我们通过调控磁场,就能实现威纳机器人在表面的一个筑亭,并释放药物对病灶区域进行一个靶向的一个质量。 模仿水熊虫设计的爪子,提高了威纳机器人的驱动效率,让直径20微米的机器人可在每秒2万微米的静脉血流环境中高效运动。 通过多磁场复合调控技术,实现了威纳机器人在生物组织表面可控铸停及药物靶向释放,铸停时间大于36小时。 我们的威纳机器人结构它是拥有多次的结构,它每一个次呢,其实就相当于威纳机器人,就相当于水熊虫的一个爪子。 而我们在威纳尺度,我们很难实现就是这么一个,做一个这种几微米这么一个臂,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这种,整个球体都是这种多次的结构。 而我们通过外场调控来模拟它这种水熊虫爪子不停抓地这么运动。 其实就是我们让它这个小球滚动起来,通过多个次与表面的一个接触,这样实现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 这样通过外场和这个结构的设计,两种方式相结合,实现模拟这种水熊虫爪子抓地这么一个运动。 吴志光校售向记者介绍,目前的威纳机器人主要由人造物质组成,进入人体后,便会被免疫系统认定为外来物质并主动攻击。 我们考虑到天然的红细胞,它有一套自己的一个生物的蛋白,然后它不会受到免疫性的攻击。 这就是因为它表面的一层磨蛋白,具有一套相当于自己的一个生物的生物身份证。 那我们受此启发,就将天然的红细胞修饰到这个威纳机器人表面,然后它可以通过伪装成天然红细胞的方法,然后来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 那么从而来延长这个游动威纳机器人在血液内或者其他生物环境内的这个工作寿命,从而让它更好地来完成自己的生物医疗任务。 防水雄虫医用威纳机器人的研发,首次实现了威纳米机器人在静脉内驱动其筑停,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显著提高药物靶向递送效率,为恶性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思路。